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香要上三支香 叉香要按照中 左 右 中间供养的是十方一切佛 左边供养的是十方一切法 右边供养的是十方一切僧 这样就可以把佛 法 僧都供上了 这是最圆满并且文明的烧香供养 佛 法 僧称之为佛教三宝 佛宝是指原正佛道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即十方世间一切佛 法宝是指佛的一切教法 僧宝是指皈依佛门如实修行 并且洪传教法度化众生的出家沙门 三支香分别代表戒 定 慧 明白了上香的含义很重要 千万不要啥也不懂就上香 上了也白上 没有什么意义 佛前三竹香 心念三句话 好运不请自来 一 第一句 供养佛 绝而不迷 人很多时候不顺心 不开心都是自己没有悟性 想不开一些事 想不通一些理 解不开心中的谜 于是心中就有了一个疙瘩 一个结 当解不开这个结的时候 人就会一直不顺心 整天都会生活得很苦很累 佛可以让我们破谜开悟 离苦得乐 佛之之鉴就是绝 插第一竹香 我们心中要默念 供养佛 绝而不迷 意思就是祈求佛给自己点化 悟佛之鉴 从中让自己解开心中的结 化掉心中的谜 当人开悟了 觉悟了 才能想通一些事 想通一些理 自己才能打开心中的枷锁 人只要想开了 就会活得轻松 活得顺心 活得潇洒 我佛慈悲 必定普度迷失的人 佛有八大人绝经 可以给人开悟 二 第二句 供养法 正而不邪 人要有浩然正气 不能有歪风邪气 入邪之人 肯定心魔缠身 七情六欲 多一个贪子 就能让人变成魔鬼 从而会轮回在地狱之间 人有了贪欲 就会非常地不快乐 无尽地贪婪 也会让人感到很累 贪就是邪气 所以只有借贪 借邪心 身怀正气 才能解脱 插第二竹箱 心中默念 供养法 正而不邪 祈求佛法赐予自己 浩然正气 打败歪风邪气 佛法为正 必能压邪 我们要有忏悔之心 用心学习佛法 认真撕毁自己的过错 然后改正 我佛慈悲 必定会教化众人 三 供养僧 敬而不忍 一个人要学会放下 懂得了舍 就会有德 放下了 人也就心静了 心静了 就不会有太多的杂念 心只要乱 就会有许多的念想出现 人就会被影响 或许是好 或许是坏 敬而不忍 要让自己变得 有智慧起来 懂得哪些东西该放 哪些东西该留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留下好的 放下坏的 千万不要舍不得放 那样会让好的 染上坏的 插第三竹香 心中默念 供养僧 敬而不染 祈求佛的沙门 给自己指明方向 放下杂念 心静皈依 谨守初心 心静 才可以私心 才可以开会 敬而不染 心中存佛 佛乃是心 心乃是佛 初心不改 方能敬而不染 我佛慈悲 必定普度众生 不过到这里 又有一个问题 烧香拜佛 记的是这三句话 那布施供养 又该记什么呢 布施乃是善举 供养乃是本分 与诸多行持善举的 佛弟子一样 每次去往寺院 都会行持布施和供养 而就在前两天 去寺院 见老和尚之时 遇到了这么一个事 什么事呢 就是看到两个人 在功德乡旁 推推拉拉 一个说我来 另一个说他来 可谓是 推推拉拉好一会儿 当礼佛之后 去面见老和尚 并且将这件事 说与老和尚听 老和尚告诉我说 无论是布施 供养 都是善举 也是培植福报的方法 但这种 推推拉拉的现状 其实也是当下众生 皆好面子所致 老和尚还说 供养布施功德 其实是很大的 无论是谁 若能行持这两件事 都能消灾免难 福报增长 并且跟我说了三句话 千叮宁万嘱咐 一定让我牢记 并且在供养之时 默念 老和尚让我牢记的 第一句话就是 心意远远比 钱财更重要 老和尚说 一个人对于 诸佛菩萨的 虔诚 恭敬 远远比给予多少钱 更加重要 就算不在佛前 布施 供养 在外行持布施 心意往往 也比钱财 更加重要 正如佛经中云 一切 唯心造 若对诸佛菩萨 和行 布施的对象 不能恭敬和虔诚 那么如何能说布施呢 这只能算是内心善良 而行持的一种善举 就如同生活之中 看到一个乞丐 虽布施了 但却没有给他人好脸色 对于他人也避而远之 那么这种布施 不要说福报 往往还会让他人憎恨你 从而种下恶因 老和尚让我牢记的第二句话 就是 布施 供养 须亲力亲为 老和尚说 无论布施 还是供养 都要知道 能够亲力亲为的事 一定要自己去做 不能推于他人 若自己没有时间 或是实在走不开 那么布施 行善 想要拖于他人 也未尝不可 但若有时间可以去做 就必须地亲力亲为 这就如 你刚才所见到的那两个人一样 虽然都想布施 却推托不停 但最终能够得到福报是谁 还是行持供养和布施者 因此 这句话一定要牢记 不能忘却 布施 供养和修行一样 只能靠自己去做 别人其实也不能帮太多 老和尚让我牢记的第三句话就是 供养布施 不要去攀比 老和尚说 有很多人觉得布施 供养跟钱财息息相关 钱财越多 福报就越大 求愿就必然能成 但诸佛菩萨在乎你这点钱财吗 并不在乎 甚至看都看不上 所以这句话你要牢记于心 不能有着这种迷信的想法 更加不能在布施供养之时 看到他人放一百 你就非得要给二百 若做出这种事情 其实就不是在布施和供养 而是在用一颗攀比之心 去损耗自己的福报 布施和供养 主要的还是用心 心悦虔诚 恭敬 能够得到的福报和功德 自然也会越来越大 这三句话就是老和尚 千叮宁万嘱咐 让我牢记于心的话 这三句在行持布施供养之时 若能牢记 自然能够不损福报 反而增加无论功德 若不能牢记 生出攀比 贪求之心 那么想要通过布施供养 来培植福报 自然也就不能那么顺心如意了 以上是自己结合佛经 误出的一点观点 不过 佛前三竹香 默念三句话 好运不请自来 却是实实在在有记载的 至于供养 也有很多的讲究 篇幅有限 以后我们可以再论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